现在很多科幻都喜欢用量子纠缠来给超光组通信做背书 但是现实中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发送方无法按自己的意愿来发送信息 你想想是不是 你能做的只是测量 测量前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结果 所以光速是信息传递速度的上限 这句话严格来说应该是光速是有效信息传递速度的上限 通俗易懂聊量子 这里是俗说量子 我是林某 在之前的第九期 我们介绍了著名的第五届索尔维会议 当时的物理界顶流们聚集一堂 绝对称得上是物理学全明星阵容 虽然正式会议上风平浪静 但在会后的自由讨论期间 爱因斯坦和波尔两方针对量子力学完备性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最终波尔破解了爱因斯坦关于弹簧直光板的思想实验 算是先下一程 但是不甘示弱的爱因斯坦 后来又琢磨出了一个新的思想实验 后来人们称其为爱因斯坦的光合 1930年第六届索尔维会议如期召开 虽然这届会议的主题是物质的磁性 但是大家对这次会议印象最深的还是两位大佬巅峰之战的续集部分 这次爱因斯坦可是有备而来 所以他一上来就向波尔发难 我们设想这样一个装满了光子的盒子 在盒子的一侧的壁上有一个非常小的孔 刚好够一个光子通过 然后这个小孔有一个足够精确的时钟 按固定时长控制打开和关闭 假设这个时间间隔刚好够一个光子通过 然后还有一个足够精确的秤 那么此时我们只需要对盒子称重 即可知道盒子在特定时间损失的质量 也就是跑出去的光子的能量 这样能量的变化ΔE我们就知道了 而开关小孔的时间间隔ΔT是个常数 所以我们就同时知道了ΔE和ΔT 这就违背了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 注意对于这个实验 你不用在实验精度上纠结 毕竟它只是一个思想实验 你需要做的是从原理上找到其中的漏洞 听完爱因斯坦的禅书 波尔一下子被震住了 一时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在第一天散会的路上 爱因斯坦得意之情抑郁言表 而旁边的波尔则在不停地念叨着 这不对啊 如果你这实验是对的 那物理学就完了 果不其然 又是只用了一个晚上 波尔就找到了实验中的破绽 还是在第二天的早餐时 波尔气定神弦地开始反击 在你的实验中 假设我们用一个弹簧 来对盒子进行称重 当光子释放出去后 悬挂盒子的弹簧 就会往上收缩一点点 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测量弹簧的位置 来知晓光合的重量 或者说能量 对吧 但是根据你自己的广义相对论 在重力场中 位于不同高度位置的时间流逝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时间膨胀效应 根据不确定性原理 位置和动量这两个算幅是不对异的 也就是具有不确定性 而动量和时间又有着直接关系 因此能量和时间仍然还是不确定的 简单说就是 如果你精确测量出光子的能量 那么仪器就不能精准地控制小孔的开关 那么光子跑出来的时间也就是不确定的 这里需要说一下 其实当时波尔的反驳把时间这个变量搞混了 爱因斯坦描述的时间是小孔开关的时间 而波尔的时间是测量合资重量的时间 所以严格来说 此时的波尔并没有完美地反驳这个问题 但即便如此 波尔的这一番回应仍然使得爱因斯坦目瞪口呆 自己竟然掉到了自己广义相对论的坑里 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 这一回合波尔再一次取得了胜利 其实把爱因斯坦说成保守派并不是特别贴切 你想啊 爱因斯坦是何等人也 那可是敢颠覆绝对时空观的男人 所以他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一个思想顽固的老头 实际上他一直在修正自己对量子力学的看法 比如对于概率诠释 刚开始爱因斯坦是压根不接受 但是后来 虽然他仍然不相信单个粒子的行为完全是随机的 不过他已经慢慢接受了多粒子情况下的统计概率解释 经过这两次和波尔的较量 爱因斯坦不得不承认量子力学在逻辑上是自洽的 挑不出太多毛病 算得上是一个正确的理论 因为判断一个理论正不正确 主要就是看它与实验结果的吻合程度 而量子力学的理论预测是出了名的高精度 可以说是目前所有理论中与实验结果符合的最好的理论 此后爱因斯坦不得不承认量子力学还是有点东西的 同时他也并不否认哥本哈根学派的那些贡献 甚至后来还特地向诺布尔委员会推荐了海森堡和薛定谔 但是在这之后爱因斯坦在1933年移居到了美国 没能参加后来第七届的索尔委会议 同样的普朗克也没能参加 因此参加第七届会议当年的保守派里只剩下了德布洛伊和薛定谔 但是没有了大神坐镇 德布洛伊和薛定谔也懒得发言了 本届会议基本成了哥本哈根学派的独角戏 爱因斯坦虽不能再亲自参会 但是他与波尔的较量却还在继续 因为他始终觉得量子力学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这个理论虽然可能是正确的 但他至少是不完备的 1933年底 爱因斯坦在定居美国之后 立马成为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常驻教授 平时依旧在琢磨着找关于量子力学的漏洞 后来他与他的两个助手 波多尔斯基和罗森三人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 标题是描述物理实在的量子力学是完备的吗 这篇论文后来被人们用他们三人的首字母 缩写为EPR论文 里面提到的问题则被称为EPR杨谬 这是爱因斯坦第三次向波尔发起挑战 这次爱因斯坦再次构想了一个思想实验 假设一个大粒子 由衰变等原因分裂成了两个小粒子 A和B 这两个小粒子由于获得了一定的动能 于是向相反的方向飞去 假设这两个小粒子完全一样 只是飞的方向相反 那么根据守恒定律 只要它们不与其他第三者相互作用 那么它们的动量和位置的值 肯定都是互为相反数 仅仅只是方向相反 那么此时 甲乙两人分别对AB两个粒子进行测量 假测量A粒子的动量 其实就相当于测量了另外那个B粒子的动量 而以测量B粒子的位置 也就相当于测量了A粒子的位置 这样一来 不就相当于我们同时知道了同一个粒子的动量和位置吗 用薛定谔的话说就是 这两个粒子像是纠缠在了一起 这也是现在量子纠缠一次的由来 此论文一出 根本哈根阵营立马乱成了一团 波尔马上放下手中的所有工作 全力应对EPR论文中的问题 几个月后 波尔在相同的物理学杂志 以相同的标题发表了论文 以略带挑衅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这次波尔给出的解释是 对于AB这两个粒子的情况 我们需要用同一个波函数来描述 也就是这两个粒子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整体 所以当你测量A粒子动量的时候 其实就等于在测量B粒子的动量 所以B粒子的位置的不确定性就会展现出来 从而导致以无法对B的位置进行精确测量 因此你还是没有办法同时知道粒子的位置和动量 对于波尔的回应 这次爱因斯坦不买账了 好家伙 照你这么说 如果这两个粒子相隔几光年的话 你说测量一个粒马会影响另一个 你这妥妥的是超光速啊 我才不信 除非这里边存在我们不知道的引变量 一个认为这种鬼魅般的超距作用不可能存在 一个认为它确实会存在 这次对决等于双方谁也没说服谁 对于EPR提到的这个量子纠缠实验确实很不可思议 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成一个测量自旋的实验 对于两个纠缠粒子构成的一个系统 在某个时刻让它俩相互分离 当我们测量A粒子的自旋值时 根据角动量守恒 我们能够立马知道B粒子在相应方向上的自旋值 这简直就是超光速通信啊 确实 现在很多科幻都喜欢用量子纠缠 来给超光速通信做背书 但是现实中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发送方无法按自己的意愿来发送信息 你想想是不是 你能做的只是测量 测量前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结果 所以光速是信息传递速度的上限 这句话严格来说应该是 光速是有效信息传递速度的上限 有人说 现在不是已经实现了量子通信吗 没错 但那指的是量子加密 只是用量子的特性来保证信息的安全 而非速度 回到EPR杨谬 验证EPR杨谬除了量子纠缠实验外 还有就是想办法验证 隐变量到底存不存在 虽然冯诺伊曼从理论上证明了 不存在定义的隐变量 但是真正想出实验方法的是一个年轻人 约翰·贝尔 关于贝尔和他的贝尔不等事 我们以后再说 可惜不管后来的哪种实验 爱因斯坦和波尔都没能亲眼看到这些实验的结果 1955年 爱因斯坦因副主动脉瘤破裂而去世 享年76岁 不久后的1962年 波尔也因心脏衰竭而在家中去世 就在波尔去世前一天用过的黑板上 人们发现上面画着一个图形 那正是爱因斯坦的光合 好了 同思与懂聊量子 我是林某 所说量子 下期见 拜拜